女孩正在玩手机 突然汽车动了一下 吓了她一跳 男人急忙下车道歉 可她弯腰捡手机时 男人悄悄来到身后 用毛巾捂住小美的嘴巴 虽然她拼命挣扎 可力气越来越小 意识越来越模糊 等她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在一个后备箱中 幸好手机还在身上 急忙拨了个119 她按照接线员的指示 看到了后面的尾灯 然后找到一个滚筒 用力朝灯砸去 砸了9981下后 灯就掉到地上 从猫眼里向外看去 汽车正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随后把手伸了出去 不停地挥动手臂 终于引起一位女士的注意 她立即拨打报警电话 可查询车牌后发现 车主是个老太太 看来这车是偷的 随后女人一个加速 想看看车上的司机是谁 没想到被司机发现了 她急忙向左辫道 下了高速 这下又没了线索 小美不停地环顾四周 看到两桶油漆 于是把油漆放到尾灯处 慢慢向外道 顿时地上多了一条白线 虽然出动了直升飞机 可还是没找到这辆汽车 很快颜料就用完了 这时汽车在一个路口停了下来 而油漆还在不停地往下滴 这一幕恰好被旁边的司机看到 他摇下车窗 按了下喇叭 大壮扭过头去 司机向后一指说 你后备箱的颜料漏了 他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气得嘴唇不停地颤抖 随后把车停到路边 看到上面的油漆 他苦笑了三下 小美急忙藏起手机 抓起螺丝刀 做完这一切后 后备箱就被打开 螺丝刀也被抢了过去 这时一位司机走了过来 吓得他急忙把螺丝刀 顶在小美脸上 一只螺丝刀死死顶在女孩脸上 男人让他不要出声 原来路人见他鬼鬼祟祟的 过来看看什么情况 他说汽车有点小问题 就被打发走了 可路人越想越不对劲 还回头看了下 随后坐到车上 从后视镜望去 对方的行迹越发可疑 他犹豫了下 掏出手机 拨了个119 正在这时 大壮跑了过来 打碎玻璃 拿出手机 狠狠摔到地上 护起洛阳铲 哐哐就是两下 趁此机会 司机爬了出来 大壮急忙走了过去 护起洛阳铲 却被男人死死抓住 两人就打了起来 大壮明显占据上风 他拿起洛阳铲 哭吃就是以下 男人瞬间没了动静 可刚站起来 回头一看 男人又动了起来 他拿起洛阳铲 又补了一下 这次彻底没了动静 随后脱下外套 开始清理现场 半天过后 佛波勒终于找到这里 可打开后备箱一看 里面什么都没有 地上还有一滩血迹 大壮开着男人的车 一路逃窜 突然邮表发出警报 于是来到加油站 趁他加油的功夫 小美想到一个好办法 把手机放到裤兜里 推开后排中间的座位 慢慢爬了出来 可爬到一半才发现 屁股太大 被卡住了 根本爬不出来 这时看到外面 有个工作人员 他不停地挥动手臂 可根本没有引起注意 无奈之下 小美只好大声求救 这下他终于听到声音 看到里面的女孩 他想打开车门 却被大壮锁住了 他拿出铅笔刀 一步步向大壮走去 男人掏出铅笔刀 一步步向大壮靠近 大壮双眼一瞪 抽出加油枪 喷了男人一身 不一会儿 他就被九二号柴油浇透了 随后点燃打火机 扔了出去 男人瞬间变成火轮 大壮紧走几步 打开后备箱 抓住小美的脚 把他拽了回来 小美拼命挣扎 释出佛山无影脚 却被一拳打晕 随后来到一座荒山 打开后备箱 把小美扛到肩膀上 突然他觉得屁股硬邦邦的 从兜里掏出一部手机 竟然还在通话中 他非常生气 把小美扔到地上 捂住嘴巴 将手机放到耳边 接线员喊出了他的名字 让他赶紧自首 不要再伤机无辜 可他只回了一句话 他把小美绑到凳子上 还给他洗了个头 紧接着梳了梳头发 还剪了个漂亮的发型 接线员二翠非常自责 驱车赶了过来 突然听到叮叮当当的撞击声 跟电话里的一模一样 他顺着声音走过去 发现地上有个摔坏的手机 然后在周围不停地摸索 终于找到个地下室 他急忙掏出手机想报警 可一不小心 手机掉了下去 他只好慢慢向下爬 并没有着急报警 而是打开手电筒 一步步向里走去 透过缝隙 看到小美正躺在病床上 头上还画了一条线 大壮拿起手术刀 沿着线划了下去 二翠上来就给他一拳 把大壮砸晕 赶紧给小美松绑 突然大壮来到他身后 把二翠按到浴缸里 就当他坚持不住时 小美拿起匕首给了他一下 随后两人逃了出去 可大壮紧随其后 他死死盯着小美 正在这时 二翠踹了他一脚 紧接着小美又来了一下 大壮就掉到地下室里 他们把大壮绑了起来 随后走了出去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他别着急 大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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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壮